哈喽 大家好 今天SY带你看榜 看的是位于Saputay这个靠近TRX Mid Valley附近的 Residential Title Tria Saputay 上次已经介绍过我们的小单位 中小单位啦 今天我带大家看的是Tower B E-Bond 就是这一个 带大家看的都是Dual Key 14,500方程 甚至是2800方程的Duplex单位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Lobby 我们现在直接上去看Dual Unit Life 这边 这边已经是E-Bond的Waiting Area 楼下的Lobby 然后这边有一个Pegminton Court 我们看一下 所以这一集只会给大家看Tower B E-Bond 靠近的Facility有什么 这样大的一个羽毛球场 加一个Half Court Basketball Court 如果大家想要看回这里的Facility的话 可以看回我们的Part 1 Tria Saputay的那个review啦 今天我们主要是看E-Bond 这一栋只有145间的一个Tower 一层楼只有7间罢了 是很exclusive大单位的Semi-D in the sky 我们今天就看看这里的Duplex还有大单位啦 这里是它的Lobby OK 来到我们这一个Duplex单位 2874sqft 它有3个房 4个厕所单位来的 出来了 Duplex in the sky 就是这一个啦 所以它可以Enjoy到一个这样大的客厅 还有Dining Partly Furnished 所以这边看到的这些柜全部有了 最重要是什么啊 最重要是什么啊 我们的单位 是可以看得到TRX 还有P&B118的这个风景 这边的阔度有整27层那么阔啦 是大肩过比比格派五的 27层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很大Welcome 顾客朋友来这里坐着的一个客厅 还有一个这样的Dining set在这里 有一个水晶灯Chandilia 看出去是TRX夜景 很好很好看 哇 像韩国男子姐的家 对 在这里烘焙的啦 应该就是 这里全部都有了 Aircon有了 装个水晶灯 做好家具就很好看了 这东北因为Partly Furnished啊 你看到The Island啊 这个Top-Hung Cabinet Hood and Hoop啊 With这个Tekka的Microwave Hound 是有了的 它都是Tekka的啦 冰箱它是有那种双门的啦 这里是Wed Kitchen 所以这个Wed Kitchen 你可以做一个U-shaped的Cabinet 然后这里是For Sporage Purpose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Store Room 你要进去啊 是Yard 这边还会有一个Yard的 所以这边并不是Yard Yard在后面 有人在检草啊 现在 有人在检草 哇 这个炸很多耶 啊 这样的一个Yard 还有一个厕所 Tended的一个厕所 这是另外一个Store Room啦 或者所谓的佣人房 都是OK 所以可以看得到啊 这边有一个Bed Room Tree Bed Room Tree就是看着同样的风景 是TRX118 这边的大小啊 起码都有超过一个15层的 起码都有 它都是有attached with这个Bed Room啦 这边好是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到它哪里都好哦 都是Wed Plus的Sealing 天花板很高 那它给的这些Furnish都有了哦 镜子啊 Countertop American Standard 一样 Shower screen 热水 Rain Shower 全部都是有了的 它有双边的 Windows 所以采访很好 只有Corner做得到啦 我们要去看楼上的房间了啦 这边是Double Story啊 所以大门进到来 已经有一个厕所了的 我们这个叫做Powder Room 招待清喷气有用的厕所 应该就是这个 也是Full Accessory 来啦 我们上楼啦 回房啦 回房睡觉 因为我们这边有两层楼 所以其实 如果Let's say 你今天住的是第15楼的话 Mr.6楼也可以回家的 它是直接回你的房间 所以你有两个门 你要回15或者16都可以 比如你是住20楼 你可以去20 21 所以这两层你都可以到的 然后如果是从这个门 直接回的话呢 这边算是一个Four Year of Family Area 真的很像排屋这样子 甚至比排屋的那个偏厅更大 更长 哇 这边差不多20几车 也是有20几车 有这样的偏厅的吗 在别的condo 好像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看这一个房间 这是我们的第二房 第二房 所以这个房间的话呢 比起刚刚楼下的 它是L-shaped的设计 它这边也是有整十几车的 有一个attached bathroom 比大小的话 楼下那个房间更大 这边拿来做什么 打击 打击喔 做一个客厅在这边 这边呢 这边还可以做一个workstation 勒 啊 这个位置 是typical condo来讲的 其中一个房间的size 来的 这边 它拿来做study corner 可见呢 它做三个房间 其余的common area 它都做得很大 真的是做得很大 来我们直接看主人房了 不会好像要很多间房 没有不是的 要买这种 要买这种 不会想要全部几多房的 对 主人房 哇这个美 啊 PRX View 这样大的客厅 差不多20厘以上 可以做walk in wardrobe 一排 两排 with化妆间 有一个正极的厕所 它就会有双洗手盆 因为通常住这一种的话呢 他们对浴室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啦 两个洗面盆 with一个proper的cover了的那个厕所 马桶 当然也会有一个proper的浴室啦 with bath tub 全部都是有提供了的 所以在这里化妆啊 化妆台哦 都是有阳光晒进来的 OK哦 也是看到个TRX 听到板全部都有了 所以真的不需要再做了 只是需要买家做walk in 就可以把进来的 冷气全部都有了 在这边都看得到外面的TRX风景 我在这边都看得到外面的TRX风景 也看到facility 很不错很不错 很不错 这是Oakland Road的highway咯 这边走过去 应该是一分钟这样 Mid Valley The Garden 全部在这里 嗯 刚我来这边的时候啊 我是from Bangsa South来的 我认真试了一次 我真的是四到五分钟到这边了 没有开玩笑 四到五分钟 那个MPE 那个飞天桥 看到这里 大概会有什么人会买咧 大部分都是想要有land的感觉 但是想要更好privacy 有facility的人啦 所以这里的话 一位吉隆坡地址 其实外国人啊 或者是香港啊 中国的朋友啊 都可以买到这边的 然后这边的话 同时间也有一部分的买家 就是想住着 Semi-lip in the sky的感觉啦 再加上这边的话 是Below 200万就买得到了的 嗯 嗯 然后We finally finished Ready to move in 好 第二个我要推荐的 是这个 1496 sqft 的 Blue Key Unit 是比较特别的layout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 因为它是corner 所以它就可以自己 anjoy到一个这样的foyer 我看鞋柜可以放两排啊 嗯 就想这里是整个 我们自己的airway 就是这个sloop上来这边 全部是自己的airway 哦 新年的时候 朋友来到是可以放很多鞋子 哦 这个感觉啦 所以它们进到来啊 Blue Key嘛 所以就会有左边右边两个门 哦 很大风啊 真的很大风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 我们这边的studio unit 已经We finished 了的 来 这边看一下 冰箱留了位置 给你放那个washing machine dryer 这边应该是 很孤独自己在那边吃饭 或者是一个小客厅 一个地方来的啦 如果我自己住的话 它这么很像一个studio 它和studio最大的不同就是 房间是房间 厨房是厨房 它是分开的 哦 你看啊 这边没有房间的嘛 房间在这边来 这一个是 这一个是 探测房山上风景 的一个studio unit 要proper它的 对 它是proper的地方 一侧的一个unit 它不是studio 哦 所以这一种duo key 是真正的duo key 很practical的duo key 这一个款是有一点点投资性质 但是如果是自己住的话呢 就要看是谁住这边啦 你给我的话我想住这边 ok 这边的话我电费自己给 哦 因为它有两个不同的dv box 这一边是这一边 这个主人的 它又有另外一个chargers啦 你看一下这个unit 这边就会有另外的两个房啦 刚刚那边是一个房啦 这边两个房 所以它其实是street plus one room 的一个unit来的 with三个厕所 也是看着bangsa south bantai dalang view 很漂亮 很厚哦 它的窗口跟这个frame 它连那个curtain啊 那个路的那个cover都做了 不需要再做了 哦 哦 垃圾 ceiling fanhook 全部有了的 哇 刚刚那边可以做电视嘛 这边也可以做一个tv 这边大概是12层 12层多一点 这样子啦 sofa是放这边的啦 看着外面那个forest 这边就是电视机柜 它有一个open concept的dry kitchen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是有 哦 有两个kitchen哦 这样 那边是那边 这边是这边 所以它总共free的是 就是两set不一样的kitchen cabinet with双门冰箱 单门冰箱 hood and hope microwave oven 全部是有了的 所以你这边 其实需要做的 只有red kitchen 你要自己在做过 嗯 那么你只看着这边 不明白的是什么 哈哈哈 这就是所谓的plus one的那个corner啦 所以 这边是来做什么的呢 我觉得是一个放钢琴 或者放整排衣柜的一个地方 甚至是在这边做一个study area 这样子啦 来这边 wet kitchen 这个的门可以自己遮掉啦 这样子 会有一个proper的 一个l-shaped的wet kitchen area 在后面才会是压 CG呢 全部在这边 它有一样的feature 就是说墙壁都有这样高 我只剩下一个头啦 外面不容易按进来 也没有这样容易撇到十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房间啦 这边呢大概是九层 这边十几层 这边有整十一二层 也是看着Banzasaw的风景 好的 这个主人房的话呢 床一定是放这边啦 跟一个dressing table 还有一个wall drop 全部是放在整个位置 所以master bedroom 它一样是看着Banzasaw的风景 with attached的厕所 最后啊 谁都没有想到哦 这个厕所有惊喜 双面盆 双面盆 proper的一个马桶 American standard with shower screen 还有一个浴缸 哈哈哈 这个带很多人来看啊 谁都没有想到啊 是我 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一个 是sky facility 这边第三个四楼高啦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通通 Jacuzzi啦 不是很深的一个设计来的 它是很像 日本风格的那种 好像温泉这样子的一个 设计啦 但是那个水不是热的 是冷的 然后就可以看到Banzasaw 夜景啦 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Tower C的 Mership Jacuzzi啦 也是在顶楼这边的 看出去是看着TRX 还有100公斤啦 OK 今天的这个video呢 就会短一些些 因为主要是给你们看 Pyashaw的大单位啦 这样什么人会适合呢 其实是想要Ready 和物品的单位 想要签古方舍货以上 甚至是Double Story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我们这边 在1-2M 里面 就可以买得到的一个 Ready Unit 真的是非常靠近 Ready 大概500米这样子 又或者是4-5分钟到 Fazasaw 一个这样的区域来的 这样我觉得 如果是住这边的话 下DJ也会是非常的方便 这样今天的介绍就先到这里 有兴趣的话 点击上面的这个电话号码 点信我们 会带你看这边的 Actual Unit Cell Unit 直接看真的了解 所以期待我们下一集 我们就下一集见了 记得Like和Subscribe 还有关注 下一集见 我是SY 下一次再带您了吧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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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